一个男孩 没结婚 没结婚 高收入大哥来相亲 一眼就相中了漂亮大姐 可大姐那个没结婚的儿子 却让他犯了难 那大哥最终究竟会如何取舍 张志军55岁 离异 月收入2万元 张大哥目前在长春经营了一家宾馆 虽然规模不大 但每月的纯收入却高达2万元 上次红娘给她介绍了一位鲁大姐 最后一位大姐不会做饭 而导致了相亲的失败 这回红娘又给张大哥找来一位更优秀的大姐 杨凤华 50岁 离大工收入3000元 别看杨大姐外表看上去既漂亮又洋气 但她的骨子里却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人 和前妇离婚这20来年 她始终是单身一个人 你怎么找过 你怎么孤单的 看一年 成双肉对的 之所以对找另一半这么谨慎 归根到底都来自上一段不幸的婚姻 给她带来的伤害 我这比较就是听不长长的一个家庭妇女 就是说简简单单的 她就是比较外向那个爱交朋友 然后就在外边朋友多吃喝就不回家 杨大姐的性格比较内向 而前夫的性格却和她截然相反 再加上前夫特殊的工作性质 最终导致了二人矛盾的产生 那时候有一家有车有大车 她有时候也不得家 我们俩沟通少 沟通不明白 回来晚了 然后我这心情挺不好的 你看见不着人 想说句话 别人就睡着了 人又缺乏沟通了 那就是感情上肯定就大了 是04年04年分的 如今在姐姐的支持和鼓励下 杨大姐报名了我们的原来不安 那杨大姐现在想找个啥样的办呢 了解了杨大姐的择偶标准 红娘决定马上安排她和张大哥见上一面 刚一见面 二人对彼此的印象都还不错 和上次的鲁大姐不同 这回的杨大姐可是个国家的能手 今天为了迎接张大哥的到来 她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菜肴 看完这几个菜后 我不禁为杨大姐捏了一把汗 第一次和大哥见面 你咋就给人家炒鱿鱼呢 我怎么感觉这多少有点不太合适呢 但张大哥确实感觉非常的满意 也可能是张大哥平时实在是不会做饭 所以当杨大姐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时 他却选择了在外面卖单 这举动不免让杨大姐的心里有些不太舒服 其实刚才在厨房里 杨大姐在心里一直在戏品着这个男人 张大哥的一手不伸 让他在心里产生出一丝担心 了解到杨大姐的这个想法后 红娘赶紧把张大哥叫到屋里进行现场指导 那接下来张大哥将会如何表现呢 看来你人的心还真的是挺容易满足 其实他并不在意你真正干多少活 他在意的只是夫妻间的那种暖心的陪伴 张大哥只是简单的洗洗筷子端端菜 杨大姐的心就被瞬间温暖了 眼看一桌丰盛的饭菜已经上桌 接下来就是愉快的用餐还几 杨大姐做的这几道菜 道道都和张大哥的口味 可谓是每道菜都做到了张大哥的心坎里 让他有了一种久违的家的感觉 对杨大姐的好感度也是迅速上升 接着他主动和杨大姐介绍起自己的情况 我原来是粮食的 我们是零三年下岗 买断以后就是给你单位脱锅了 完了就自己交 大姐就这边 我这最遗憾的了 可能也是见识的少 我没当回事 几乎都得一混到五十了 他不让你往前补 让你往后补 他也是往前补的话 我也就交了 医保是农合有 不是农村 车区那个 车区三百二吧 对对对 俗话说的好 说着无心 听者有意 当杨大姐说出自己老保和医保的情况后 在张大哥的心里 竟产生了极大的嫌弃与担忧 刚才还对杨大姐好感度满满 可此时已经被医保和老保方面的不足抵消殆尽 而接下来杨大姐说出了一个情况 让张大哥更加无法接受了 在张大哥看来杨大姐没有双保 儿子还没成家 这种压力完全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 了解到张大哥的这个担心后 杨大姐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听了杨大姐的这个想法后 张大哥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张大哥的这番话让杨大姐清楚地感觉到 他压根就不想趟他们娘俩这场浑水 最后二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老铁通过张大哥这两场相亲的失败 你觉得对于女人来说 到底是男人的钱重要还是她的人品重要 欢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这看似和老伴游山玩水 但其实是个巨大的阴谋 大伙肯定会觉得不可能 点个赞咱接着往后看 大伙就知道了 杨大哥68丧偶 退休金3000大洋有双保 比较行啊 走得真快 还行吧 你看我那新摩托车呢 过去新摩托钓鱼 这就是我摩托车 这是你摩托车呀 这个啊 一见面大哥就展示起了车技 一听说今天我们要来 大哥那是激动的彻夜未眠 大哥以前是干煤矿工作的 并且是科长 当了一辈子科长 工作的时候没时间溜达 退休后老伴就张罗着到处旅游 人到老年没有负担 这真是让人羡慕的事情 可万万没想到 看似风光的旅游 却是一个巨大的阴谋骗局 现在就说一个方法 参与高回报非法集资 被骗二十多个大不了 但大哥却说 这一切他却一无所知 之后老伴着急之下 突发脑鱼血去世了 现在一个人太孤独寂寞 所以想再找一个半骨丸鱼生 人老心不老 过日子还是希望能有 小女人在身边 今天第一位喂大姐 六十二离一退休金 两千码内有双宝 老师了半天大姐终于是满意了 这不还专门展示一段 练了十年的瑜伽 坚持瑜伽和健身 他需要有个强健的身体 他不能生病 因为他知道没有人能给他依靠 有一个瑜伽动作就是这样抬头 那种 那种我颈椎不好 我这样一抬头 一下过去不行 过去就过去 我不怕 我就是不怕死 对自己太狠了 真是女人对自己 我不对自己狠不行 那你要有病谁伺候你 谁管你 过去的事情不想提 一是怕孩子听到伤心 再者自己想往前看 孩子有孩子自己的生活 我也想找一个 有过一下自己的生活 跟我有共同爱好脸 会照顾自己 那一个身体必须好 这就是自律精致的魏大姐 来看看第二位 王大姐61丧偶 退休金2000码内有双宝 你想不想 想不过说 哎呀有人看完节目 还相中你了 没有我没那么想 我还没那么想 这叔相中你了 想不想看看 看 这可是大哥清点的大姐 经大姐同意后 大姐也决定见上一面 来看看大哥能相中哪个 来看看吧 老年相亲多直接 是啥样的话题 让两人现场翻脸 要命一样 这到底说了啥 这还得从一开始说起 带着大姐来大哥家 大姐也是非常自然的参观起来 你看我 你就有一点周术白夏 不错 感觉还行丑 就挺碎眼 就碎眼 整个皮毛 都把他露了 他也太黄了 老师对一样 结合了之后 你给他熟着熟着 拿着拿着利索来 这人再归了 这刚一进屋大姐就表示出了非常不满意 但也觉得红娘说的也对 外在都是能改变的 所以决定坐下再了解一下 大哥大姐从一进屋就开始个忙个的 没有啥交流 赶紧先让两人坐下来交流交流 不知道接下来的话题 能让紧张的气氛 有所缓和吗 终于是有点共同爱好 也许两人经过互动之后 感情能更上一层 张诺着两人合唱一下 花了的花儿香 请我来唱一唱 唱一啊一唱 来到了曼妮湾 一首合唱下来 两人都表示很不错 但接下来大哥提的要求 大姐却表示你是要命 脸儿就24小时都心有不离 在一起 人家这个我做不到 脸儿共同出一个哈 得共同个哈 真的 那我那个做不到 我不喜欢 我还没有这些事 我变成了孤岛太太了 我天天陪着她 要我命一样 是不是要我命一样 这不两人最后就做个朋友了 接着来看第二位 大哥清点的大姐 又会发生啥呢 老年相亲多直接 一段舞蹈从朋友就能变成夫妻 我一成为朋友了 马上带记忆不记忆成啥了 夫妻了 哎妈呀 这真的能如你所愿吗 这两见面咋说的 这不带着大哥来的时候 大包小包拎着 一路上练习着 生怕一紧张就忘词了 妈真想你教育我咋说的 我说你好贵 你好贵 来你好 妈呀 妈呀 买东西干啥呀 这可真买的了 老大哥 妈这大哥累坏了 这汗糊糊的 有点像心动的感觉 我看到 相动相动的 行 相动 妈这个还行 妈上次那个不行 看来一路上没有白练习 双方对彼此都有了好的印象 大哥就开始表达 心里的仰慕之情 这节奏是不是有点太快 通过刚才的聊天 彼此的好感又增加了 这不聊到零花钱的问题 能影响两人吗 比如说一个月零花钱给多钱 我没听你这句话啥意思 我没听你这句话啥意思 我刚才说那句话是多心了 就那个钱零花钱的事 那多心 我就说那意思 比如说我要喜欢的东西 买得少 我就说那意思 别的意思没有 解除了误会 大哥更加表达了对大姐的喜欢 从来不跟人跳舞的大哥 决定带着大姐去跳上一曲 你听我的一遍 今后就成为朋友了 马上再进一步就成为啥了 夫妻了 夫妻了 你们以为今天的相亲就这了吗 你们想多了 一曲之后带着大姐来家里做作 这时候大哥的试探才算真正的难 看来大哥真的是找到了 两人心灵相通的伴侣 就在为两人感到高兴的时候 大哥说起了接下来的打算 大哥你是不是有点激动过了 都开始盘算着X一张床了 佩服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老年相亲去世多 咱们点赞关注走一波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大妈真不一般 大妈要带着老母亲 大爷能接受 这大妈也真是奇葩 带着自己母亲 就不能找个上门的 还要带着自己母亲到别人家去 这日子会好过吗 这日子会过得好吗 不怕遭嫌弃吗 这大爷是可以接受 可能也是个孝顺的主 但过日子不是一天两天的 时间久了 肯定就不那么好说了 毕竟照顾老人也不是个轻松的活 这老年相亲就是这么奇葩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教王大爷 62岁 看偶 退休金2700元 打工收入2840元 赞助表哥家 大爷自退休后 既为了赚钱 又为了打发时间 而且大爷没什么爱好 又闲不住 所以大爷又找了份环卫工作干 大爷有两套房子 一套拆迁还没下来 一套儿子结婚后住 也因为表哥家离自己工作的地方近 所以干脆就住在表哥家 谈起大爷的人生经历 也是有其有福 自己工作单位不好时 自己出来单干 做过皮货生意 那时90年代初 每年就能赚十多万 后面又干大排档 大排档生意也很红火 每年也能赚十多万 后面又投资娱乐城 但娱乐城盘子太大 生意不好做 只维持了九个月 就亏了七十多万 真是这一下就又回到了解放前 不但把自己做生意赚的钱亏了 而且也打击了大爷做生意的自信心 自此以后大爷就不再做生意了 就选择了打工 当过宝兰 卖过车件 赚着稳定的收入 谈起大爷过世的爱人 老伴虽过世十多年了 大爷还是难以忘怀 老伴是个一直在背后支持他的人 家里的是不需要他操心 把他也照顾得很好 儿女也教育得好 等来虽然钱亏了 还有个幸福的家 可后面老伴得了重病 没有走下手续台 就走了 留下大爷一个人 现在儿女都成家了 大爷也感觉很孤独 想要找个老伴陪自己过后半生 他的乡亲要求是 大爷的要求还实在 不知今天来乡亲的大妈是否合适他 今天来乡亲的大妈叫王大妈 58岁 抗偶 无收入 与母亲同住 谈起大妈 确实也是个苦命之人 大妈32岁才结婚 33岁生孩子 又因为婆婆的接生问题 孩子生出来就夭折了 两年后 丈夫也得病过世了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接二连三的打击 大妈最后干脆选择离开婆家 回到了母亲身边 这十多年来 大妈一边打工一边照顾母亲 眼看母亲都85岁了 母亲担心女儿以后自己走了 没人照顾 所以催着女儿找个伴 大妈的乡亲要求是 找一个花钱 讲话的别抠就行 别抠 对 所以钱上 花钱上 钱上别抠 长下的人就是 我认为 想找一个跟自己 是来这儿住的还是杂仁 我上男方家去 你上男方家去 那母亲杂仁 母亲她给我去呗 母亲跟她一起去 对啊 那就考虑考虑过男方 能不能统一说带着母亲去 那她又不同 那人都说她又不同意就拉倒 就是绝对是要跟母亲亲 对啊 她又不同意就拉倒 大妈 你这乡亲要求真不低啊 自己没钱没收入 还要求对方花钱不扣的 自己没地方住 还要带着老母亲一起到对方家 养你一个还不行 还要帮着养你母亲 还这么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好处都想占尽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好事啊 不知道今天来乡亲的大爷是否合适他啊 红娘带着大爷来到大妈家 两人刚见面 彼此对对方的第一印象都一般 在我的心里 不行 我不管 长得不行 长得不行 你说这咋才长得 长得不看 大爷觉得大妈不符合自己的要求 大妈觉得大爷长得不好看 看样子两人都是外貌协会的 两人聊着基本的一些情况 大妈现在是没打工了 就在家照顾老母亲 大爷是闲不住 干环卫大妈说自己做炒菜不太会 但面食还是拿手 对于这点大爷对大妈还是满满意的 毕竟自己自从老伴过世后 馒头都是买着吃 十多年都没有感觉到家的味道了 大妈又说到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大妈要带着自己的母亲一起 而大爷对这个问题倒是能接受 这个大爷倒是个孝顺的人 对老人不嫌弃 确实以后自己也要老的 何况自己现在年龄也是过了花甲之年了 嫌弃老人 岂不是就是嫌弃以后的自己 大妈对大爷这方面很满意 后面大爷说到自己有两个孩子 女儿在新加坡成家了 儿子也回来成家了 大妈听到大爷有两个孩子 就不接受了 其实一个孩子与两个孩子有什么差别吗 何况都是成家立业了的 平时都难得回来一次 这大妈应该也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出生后就没了 肯定心里一直介意 所以看不得别人孙满堂 看到别人的孩子让她想起自己没了的孩子 心里难受 这应该是一种心理上的阴影 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 大妈应该一直没能从阴影中走出来 最后两人只能当朋友 相亲也就以失败告终 我觉得这大妈难得找啊 心里有过不去的看 你们觉得呢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这俩在一起呢 就是这个经济方面 对方怎么负担呢 是怎么 我没啥负担呢 你啥负担呢 就咱俩成了之后 过得挺好的 你们有点别的安排啥的 没啥想的 是咋想的 就是把好处的 相亲现场 大妈对大爷在经济上提出要求 大爷却以耳朵背为借口 答非所问 连连打岔 与大妈巧妙周旋 结局尴尬了 吴仲元 76岁 丧好 退休金4100元 这年轻时候就会做菜呀 哎呀 年轻啥不会 老伴有病 完了就啥都会了 吴大爷的老伴在两年前因病去世 为了照顾老伴 吴大爷学会了做饭 另外吴大爷的耳朵还有点呗 我有那什么玩意儿 我没带住停器 感觉没那么背呀 不用带住停器吧 那也都老说 那就听不出个声 除了耳朵背以外 吴大爷身体没啥别的毛病 那如今那吴大爷 想找个啥样的办呢 身体健康对吧 感情的说 心个人得开朗点 别别去去的 就我们这楼四个广 有一个吧 我也想中他 他也想中我 他中国人 他是有洁癖的 叫什么玩意儿呢 活着有心脏病 我现在不行 根据吴大爷的情况 红娘想起一个合适的人选 说句话长了 十次就没妈 这一回家 这些大审查 我就挑去了 齐大妈今年七十岁 因为母亲去世的早 所以她很早就挑起了 家庭的重担 同时也造就了 她勇敢独立的性格 因为在十年前 老伴就去世了 所以当看到我们的节目后 她勇敢的给自己报了名 我就去那赶着社会了 孤单放不上 咱们有这条件 能利用就利用 反正这么大事 最后拼一把呗 有相当就找 又被相当就拉倒 了解了齐大妈的情况后 红娘决定马上安排两人见个面 你单身几年了 单身几年了 我说你自己过 你老伴几年了 二年吧 我都十年了 吴大爷今天来相亲 是带着助听起来的 但听齐大妈说话 似乎也有点费劲 这段对话进行的还比较顺畅 但接下来 吴大爷的耳朵又间歇性的失聪了 这两人在一起呢 就是这个经济方面 对方怎么负担呢 是怎么 我没有上负担呢 你上负担呢 也不知是真没听清 还是装没听清 吴大爷完美地插开了齐大妈的话题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 没听我没理解 你听我说 一是想说 如果两个人以后到一块了 经济上有什么安排 怎么规划的 其实红娘这个报答也不太精准 吴大爷就着这个话题给出他的回答 你这公司说 那你自己管的 我这公司说 你就过日子吧 对 就你养我吧 你养我吧 我啥不管了 就情吃情喝 对 吴大爷表示 日后他会负责齐大妈的吃喝开销 但这显然无法达到齐大妈的要求 看有没有有点别的啥意思啥的 对别的那个意思 我都没什么太大的要求 就是看看他有没有啥 有没有啥 用一点别的难配 他明白我的意思 听不听着他耳朵背吧 听不听着他耳朵背吧 可这边齐大妈说了半天 吴大爷却没有任何回应 熟确实是耳朵有耳朵 多少有一点 所以你说啥 你得大点少说 大点少说 一听这话 齐大妈这回也提高了音量 我说那意思吧 你挣着钱吧 咱俩吃喝 服务有余 其实咱俩成了之后 过得挺好的 你们有点别的 什么那个安排啥的 这次吴大爷似乎是听清了 但却没听明白 心急的齐大妈终于忍不了了 他打算把话直接挑明 我那意思吧 咱俩成了 都通言不语了 都看好对方了 你们有点什么 那个见面礼了 今天那个意思 多多少少的 听到齐大妈 关于见面礼的话题 吴大爷的耳朵 却再次失灵 这咋意思 是明明吗 还不明吗 感觉齐大妈一说到关键话题 吴大爷的耳朵就不好使 但是红娘说的话 他似乎听得还比较清楚 你说吧 我说呀 你的意思是 你俩要是到一块 有没有点见面礼啥的 这一回 吴大爷终于听行了 这玩意你就是 在处吧 你处好了吧 这个肯定是得意思 趁着这功夫 大家耳朵好使 齐大妈赶快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你开四千多 因为咱俩吃饭 有一千块钱够了 那开三千多 你花不了 我说咱呢吧 咱那么多 到时候给谁 钱多了 你这给我收入 不能给老爸点都好 给老爸点高兴兴的 给你俩和母同一日 你多好 说到了要钱的关键时刻 吴大爷的耳朵 却再一次适从 齐大妈只好提高音量 继续争取 你给老爸点不好吗 给老爸点高兴兴的 给你俩赔你 给你俩赔你高兴兴的 钱攒着不 都给下一代吗 咱们要钱有啥用呢 多了就留去吧 那留我们人家留的 我们也留的吧 这回吴大爷终于听行了 但他的态度却很明确 吴大爷表示 如果日后二人成了 他最多只能出一万 那齐大妈对此又是咋想的呢 看来对于这一万块钱 齐大妈也可以接受 接着二人又落到 将来生活的地点问题 你家是几楼啊 三楼 不是电梯的 不是 我说以后大家成了 能上这头生活的 啊 啊 一听齐大妈让他来他家里生活 吴大爷的脑袋摇得像一个剥了骨 我不能来 对这个事我觉得不能来 过去 老人家话 到女方这边有点说的嘛 过去吧 倒插门是年轻人 倒插门养花人家的丈母娘 养花姨一家 那是倒插门 现在这就是为了幸福 这算啥倒插门也不是 养你来养了对一家也进来 其实齐大妈说的话也不无道理 但吴大爷的思想却是根深蒂固 无法动摇 倒插门这个事吧 我绝对不能办 这不叫倒插门 不不不也不行 那比如说两头住呢 两头住 两头住 也接受不了 就必须得一直在你那生活吧 对 那咱俩就没缘了 是 那咱俩就是当作 缘了 最后二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老铁 你猜吴大爷是真龙还是装龙 欢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标准是多高个 够标准啊 一米六多两都可以 她长得也不行 也不搭乱我这个 演员上没过去 对 这大姐挺好的 心里的人很好 是挺好的 啥事都得稍微 得看看哪个是主要的 哪个是次要的 那咱就平心而论 咱这形象也不是什么高富帅那种 那不行 我不是这么的吧 我硬合个个 不是金刚钻 不懒磁器活 咱不是高富帅 就别硬到白富美啊 大哥要求如此之后 整的咱红娘都看不下去了啊 这个是谁啊 那是我阿姨 这老伴啊 嗯 这得是年轻时候的照片啊 嗯 我看墙上也挂一个呢 这是你俩多大岁数照的这个枪红照啊 四十三十岁吧 啊 四十岁 那不就得 现在不是有二十多年了吗 嗯 二十岁一直挂着呢 一直挂 走了也不能在 她死的是她的高 在我心中还是活 我跟我老伴在一起过了四十多年 一直是好的 我跟我二人俩 从来没打过上 我老伴说 就是纵活一千米港 我挣钱都教过她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哥闪亮登场 真是唱戏的藏眼泪 可歌可泣啊 咱大哥对待媳妇的态度 可真是妥妥的好男人月如呀 四十多年没吵过架红过脸 出门在外都恨不得举到肩膀上 在家里也是舍不得人家干一点活 照片床头一放就是二十多年 咱都羡慕大哥的婚姻啊 结婚这二年 我阿姨流产 她手是拿着口子 完了吃药给药给药 流完产完了就做病了 就不生意 到哪儿看没看好 我要一个 我要救的鬼 她为了要儿子 给老三给我的 给你的时候公共多蛋 那些孩子都很爱 三个月 她要啥给啥 她想吃啥我们给买啥 就她买楼啥买车啥 我上我家来借钱 我钱我都给她拿 之后我告诉她了 我不要了 她回来我没说过 回来啥都给我买 这一般的东西水果都不断 冰箱里有啥的鱼啥的都有 一用啥的鱼啥的都给买 这姑娘我没说过 这是我说的心里话 就比亲姑娘都起 从她有病 她吃我老伴 班都不上来 一天没搞 就上黑龙江去懒她 就她领她忙 真是司马懿扶住个 甘拜下风啊 前妻由于流产失去了生育能力 大哥所幸直接把小舅子的女儿 寄过来 视如己出比亲女儿都心 无论有啥好吃的好喝的 大哥都不舍得吃 就攒着等着女儿回家 好在女儿也是没有让大哥失望 但好不容易养活大了 前妻却病怒高慌 处欲静儿风不止 子月儿亲不淡 子月儿亲不淡 一开始真接受不了 就出一干活去 一干活去忘了 找个饭 能看一眼就行 她也有多少钱我都不够 来我这样的 啥也不用干 就我做点饭吃 俩人出好了 她咋的都行 咱大哥这次铁树开花 就是想找个好好过日子的 自己只要一闲下来 往日与前妻的种种 便通通浮现在眼前 只有拼了命的工作 还能暂时从悲伤的情绪中 脱离出来 不求人家大富大贵 也不求人家腹白貌美大横腿 只要是个过日子的将就将就就足够 这个铁树这个这是啥东西啊 这就是腰骨 还是孩子的 我的 这是啥 腰骨就是绷着 背里腰上打腰骨的 哎呀姐你还有这才艺呢 嗯 可以啊 就是你这个感觉没有那个劲呢 你学过跳舞啊 我没学过 我就是音乐一响我就会 有的音乐细胞 还行我们老师就都说我打得好 你看他那么胖 没信他那么生的那么游远 他就说就你这个身材就你这个条 你不是留的好我都不要的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姐闪亮登场 真是城墙上的守卫 高手啊 大姐身体里是有音乐细胞啊 一听到哪的音响里响起BGM 身体就不由自主跟着摆动起来了 不仅是红娘都瞪大了眼睛 就连人家的舞蹈老师 都直呼大姐是天赋异禀 这么亲事要是成了 以后喝喜酒都不用请人敲锣打鼓了 你可对不起了 狗大 一个更比一个鼓啊 大哥和前妻是情投一合 哎哎 大姐和前妇也是你能我能难舍难分 谁想到老天爷都对人家有所羡慕 不一例外都是疾病缠身 可怜天下父母亲 要不是害怕自己的儿子 被人指着鼻子吗 咱大姐早就从几十米的高空 一怨而下了啊 挺好 挺好 我家 你看这么乱 我家儿媳妇他们要搬家 才收拾出来这些东西 再过来看看来 来 这是我的卧室 挺好的 我家儿媳妇 这是四名的 我家儿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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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演员上过关了 哎 个儿也过关 大哥吧不太愿意表达 我能说就行 个儿退呢 我觉得个儿矮呀 大哥你这个岁数的 你又是个儿高个儿还咋着呀 不行那不行 你的标准是多高个儿够标准呀 一米六多了都可以 她长得也不行 也不搭乱我这个 演员上没过去吧 对 这大姐挺好的 性格 人挺好的 啥事都得稍微 得看看哪个是主要的 哪个是次要的 是的 你真心过日子 不比那个头啥 强调多了吗 不是真的 大哥出门 四间房老赵爷一大户 你大伙都到一起喝酒 咱这要么大事 大哥呀 那咱就咱就平心而论 你咱这形象也不是什么高富帅那种 不 那不行 我不是 这么的吧 我硬和个个 真是唱戏的腿臭筋 属时下不来台啊 两人推开门一见面 大哥表面上是对人家印象不错 但实际是一点都没看上啊 觉得人家个子矮形象不好 之前还说 找个好好过日子就足够 咋就会真的上台相亲了 要求还直接翻了几番啊 真是百货大楼卖西装 一套一套的啊 红娘也是看她眼力极在心里 不是金刚断 不懒死气活 咋又不是高富帅 还求啥子白富美啊 喝个水吧 啊 喝个水吧 我不喝 我这个 你吃水果 喝什么 大姐热情 吃了吃了 大姐你多高 一米五五吧 我一米七三 和我家那个 那家差不多高 嗯 标也这么个标 嗯 我和你说我的条件 我是农村的 是 我也没有退休金 我就是 对 我也没有 一上来地 那也不介意 我个人有钱 哪个都够 今天我一天活不干也能养下去 嗯 大哥在经济方面还是挺有底气的 我和你说过 他家有多少龙有多少钱 不是我的 我就是像大哥伴过日子 这个人挺好 人挺挺挺挺 山中水富一无路 柳昂花名又一村 虽然说大哥对人家是全无好感 但是大姐依旧是热情不减 又是端茶倒水又是送上水果 大哥对人家的印象也是有所改变 一听说大姐害怕以后没有保障 也是胡动里感触 直来直去 直言以后吃住全猫 大姐一听也是更激动的 直言自己 无论人家有多少钱多少劳 自个全都不在意 小毛病啊 有点什么的 有没有负责吧 就说 是不是 那我肯定负责 大姐一定会 还是都我花钱 除了生活这样 那我 你看大姐受大明指了吧 嗯 说得挺好 挺有担当 这个意思确实是 这个农村人就干活干惯了 对家庭上不是那么 成天差成天什么的 觉得 一般的就过得去就行 这我不介意 我可以说 我就跟我回来 说我都不够收拾 他利索点也更好 他不利索我利索 这我说些的话 我从而完也没了 我自己 两天一说声 真是 挺好呀 比我都干净 爱情经不洗等待 大声表白就要现在 都说男追女合作衫 女追男合作衫 听到大哥 掏戏窝子的 要为自己裤子 如果说大姐 对大哥之前是喜欢 现在就是恨不得 把脸贴到人家嘴上啊 就是 他 有些事 事件 他没导致过 洗衣 没心动 对 那就啥也不用说了 是不是 理解 这个玩意 不能一头热 一头热 你成不了事 谢谢大姐 没事没事 好 真是话拖摇头 没救了啊 大哥还真是不按套路出牌啊 先前说的兴高采烈 掏心窝子 要为人家负责到底 动人的承诺说的也接一个 驾汉驾汉穿衣吃饭 合着都是跳上舞台凑着呢 逢场作戏啊 最后也是乡亲失败 遗憾退场 今天来乡亲的大爷真不一般啊 爱情来了 什么条件都不是条件 老年乡亲是这样 其实年轻人也是这样 感情的事情真的说不准啊 爱情来了 是挡也挡不住的 提一大堆条件 能够受条件制约的 一般不是真正的爱情来了 只古过是条件合适 互相凑合而已 真正的感情来了 什么都阻止不了 而且是越阻止越来劲 你们觉得呢 老头老太乡亲还能遇到爱情 真是不容易啊 今天来乡亲的大妈叫赵大妈 53岁 离异 退休金1500元 不住房 眼前这位就是今天来乡亲的主角 打败阳气 气质好 风韵饱满 大妈是典型的城里人 一直生活在城市里 后面还是搞美容工作的 但自从看了吴大爷的相亲节目 大妈就想要与吴大爷见见面 觉得吴大爷虽然是生活在农村的 但吴大爷是个实在人 非常干净利索 没有不良嗜好 连眼也因为自己的妻子有肺气肿而戒掉了 而且自己从小也去过农村的外婆家 她也向往农村生活 所以可以接受农村生活 可以陪着大爷一起生活在农村 与大爷一起养鸡 为什么一直生活在城里的大妈愿意找农村的呢 就是因为自己前段婚姻 是同学 因为年轻 全凭荷尔蒙在一起 后面才发现两个人性格不合 前夫是个不负责的人 最后两个人只能以离婚收场 儿子也与前夫一起生活 就大妈一个人过生活 大妈离婚二十年了 也有不少介绍对象 但都不成 生活在城里的 物质条件好的 要求多 想法多 想的多就活得累 能够活得简单一点更好 所以还不如找个农村的 人好 物质也不差 这样生活更简单更舒心 因为家里人的关心 自己也觉得自己年龄大了 想找个老伴一起过后半生 他的乡亲要求是 就是有一个感人的心 说人成功也好 还是他还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有一个就是好女人 做一个好自助 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挺有感触的 就是这就是责任感 就是说的那个像我们这个年龄吧 就是说的能能够选择再婚 就是再走进一步的话 就是找一个知疼知热的 能寄托于就是说的咱们晚年这个幸福生活 这个幸福啥呢 就是咱不是说的要多高的什么啥 就是说的能平平淡淡的 有一个知疼知热的 说哎呦我干点啥 好像还有人惦记着 是这样的 你要求不高 大妈说话和声细语很知性 说话也是一套一套的 他从电视节目上看到吴大爷 觉得吴大爷就是他要找的人 今天来乡亲的大爷叫吴大爷 六十三岁 看哦经济收入四万元 农村有平房 大爷虽然六十三岁了 但身体是真好啊 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啊 莲宝米就能一年赚四万啊 大爷闲看了大妈的照片 对照片上的大妈 虽然觉得胖了一点 但还是觉得有演员 想见见大妈 红娘带着大妈来到大爷家 大爷阔不出门迎接 握着大妈的手就不松 大爷你这表现也太急切了吧 两人刚见面 双方对彼此的印象都不错 比边是声还现实挺挺挺挺 比边是声漂亮 挺好看 现在眼圆是不错看不错 哇塞大爷你这也太浓重了吧 还铺了红地毯 这红地毯铺在土路上 真的很突兀 知道的是来乡亲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走奥斯卡 红毯的呢 这大爷确实是看中了大妈 这么重视 正如大爷所说的 都心了就要努力表现呀 这个照片炒到当时吧 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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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才呢 这这这你亲妈 你要动心就得就得努力了 确实啊 缘分 连就是红娘牵红线 分就得要靠自己努力去争取 这大爷确实是个干时事的人 大爷给大妈介绍自己的院子 大爷的地盘是真大啊 四周围起来 一张大门出尽 真是别有一番天的啊 难怪大妈想找个农村的 住在农村 天大地大 阳光充足 空气新鲜 什么都不缺 日子多逍遥啊 这大爷为了这次相亲 确实也是费劲的心思 把自己的女儿和儿媳妇 都叫过来帮忙做饭 什么吃的喝的都准备的很周到 一进入就把大妈介绍给自己的女儿 而媳妇第一次见面就这么重视 真是难得啊 抗上一坐 两个人开始互相了解 大爷主动开始表态了 咱俩才能结合到一起 我这个家庭这个媒体 我也跟你介绍了吗 你挣多少钱 要咱俩走到一起了 我不问你 你自己支配 你爱怎么给谁啊 我都不问 我只要来到咱这个家了 大爷 你真猴急啊 你真是个实在人啊 饭菜出来了 那就边吃边聊 本来有说有笑的 气氛好不热闹 当听到大妈说自己是离婚的 大爷就有想法了 大爷不愿意找离异的 因为怕牵扯不清 大妈解释自己是因为性格不合 双方和平离婚的 儿子归对方 而且离婚二十年了 前夫也再婚十多年了 虽然大妈进行了解释 大爷还是有顾虑 离异的就是我老是爹的 就说是奥乱和联的 这个 他为啥 他在这里有个 有个 调和计 我也有什么调和计 这个孩子就是调和计 我位子就是不安全 总之来就是不认为这个离异的 跟丧偶的两个 丧偶的我就想去 他这个 那个心 咱们说能放到路里头 只要你这边 往往那边说 你这感情处得相当好 帮个帮个那边有 孩子一牵扯 一调节 那这边等弄饭了 完了之后互相伤了 这个你不知道 这个感情这东西是要命的 丧偶的确实简单一些 当然离异的也要看情况 毕竟有孩子 双方就会有接触 大爷的担心也合情合理 何况大爷曾找过一个 十八个月的生活 才发现对方是骗他的 心里肯定是有阴影的 不过 在红囊的助攻下 大爷本来就对大妈心动 所以正如大爷自己所说的 爱情来了 一切条件都不是条件了 当然大爷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必须得进行再婚登记 这也是大妈所需要的 这个就是像你说的一样 咱们出 出 对对对 得到一路的时候 性格合得来 然后说 咱也是过日的 也是吧 如果说 没问题的话 这个 这个完全可以 那行 那就行 那我就放心了 大妈就一个人 儿子也跟她爸爸了 自己也没房子 什么都没有 就想找个合得来的依靠 大妈对大爷很满意 大爷也觉得大妈 与自己的前妻有点像 不是那种什么都嚷嚷的人 也很满意 大妈问到自己 不会干农活的问题 大爷说了 我是农民 活我来干 我煮外 你煮内 在家做做饭 回来有口热饭吃就可以 家也有你来管 这样大爷与大妈两个人一拍即合 两个人相亲成功 这大妈确实是个明白人 知道自己想要找个啥样的 当然农村生活想像是美好的 过着过着可能也会无聊 毕竟没有城里那么多的娱乐活动 多过慢慢习惯就成自然 毕竟年龄也大了 大爷这么大的院子散步也够了 你们绝对呢 这期到处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你有身体怎么样 我身体没问题 啥毛病没有 血压多少 血压也不够高 血糖重症吗 没有糖尿病 我那个都没有 我问你血糖重症吧 汤重症 那还是我问的 第一眼就不行 行行不行 你知道我重症在五层 混了这么多年 我可能见面流见太多了 别看大爷这满脸皱丸 都能夹死苍蝇的选手 他却觉得自己还是那风油替躺的翩翩少年 冒蝶之年一就春心荡呀 总想找个老妹共享雨水之欢 因为这些年见过的美女实在太多了 所以再找老伴 没有一个个种病 真是叫花门前发大水浪到家了啊 找个票上的你心脏承受的了吗 根据大爷的择偶标准 结合大爷的自身条件 红娘找来了今年63岁 退休金2500元 有房的李大妈 艾玛 这难道是苏大强失散多年的妹妹吗 李秀李阿姨 对 李大姨 你好大姨 我也姓李 我叫袁艳 对我就说是呢 关于自己的长相 大妈很有自知之明 所以在找老爸方面 年龄上放松了关键 结果万万没想到 一见面 大妈就被嫌弃上了 你吵着我怎么样 第一样就不行 行行不行 你知道我总算得五穷 混了这么多年 我可能前面留下也太多了 也许是 关于大妈的颜值呢 大爷是360度无死角的看不上 随后为了让大妈知难而退 大爷竟然临时报复脚装起了老中医 人家是看诊把脉 踏实张口就来 你有身体怎么样 我身体没问题 啥毛病没有 血压多少 血压也不高 我就有点身体摔药 也就没毛病 血压不高 也不迷糊 也不同 血糖重症吗 没有糖尿病 我那个都没有 我问你血糖重症吧 糖重症 多少 但是我没测 我从来没有 我没有 你还是我问的 我看你血压可能有高 你肯定你血压高 我不用说 我从脸面就能看得出来 那啥说血压高呢 他肯定血压高 我睡不好觉 血压确实有点高 有点高 你看看 从脸面一看就看得出来 不用脸 不用脸 此时的大妈已经是尴尬的坐不住了 心里更是有些小慈悲 她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被一个大二十多岁的老头子嫌弃上了 结果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更尴尬的还在后面呢 你黑夜睡觉大火 肯定有大火 嗯 有时候累大火 嗯 你看 你看不看 是 有点大火 我睡着了就 脸上带了 你哪会儿脸哪大火看出来 她这个下巴壳 不管怎么 静 这个地方 呼吸 有阻力 再加上她又有血压高 再量上加一块 她肯定大火 我从脸 我从那个重太阳 你看 我大火就干脆不行 我睡不好觉 那就不谈了 嗯 那就到此为止 要说这老头 也不是一无所长 在给别人添堵的方面 你已经做到登峰高极了 既然没演员就直说 何必明理暗里的损人呢 相亲失败后 红娘又立马 帮大爷无缝对接了 因为66岁 同样有房 有劳保的尹大妈 虽然比上一个大妈 岁数大 但尹大妈的形象 确实要好看很多 大爷一进屋 这嘴就跟耳根的无缝对接了 这老妹漂亮啊 此时的大爷 就像哑巴绝着黄金 心里说不出的欢欢 虽然对尹大妈 是哪哪都满意 但是大爷并没有失去理性 在美人和舞池之间 大爷的立场还是坚定的 美人和跳跤鱼舞 跳跤鱼舞的人 都性格开朗 而且爱打扮 爱收拾 对 他可都注意自己的形象了 对对对 挺好 你之前是不是跳舞 以前也会 以前也会跳舞 但是就是这几年 这有十年了吧 在外也打工也没有机会跳 哎呀 你跳舞非常 你跳舞非常欢迎你 反正会是会 不太 有急处就行啊 别放两下了 一听大妈也会跳舞 大爷激动的不行 要不是岁数大就差蹦起来了 这也太完美了 以后咱俩就是五十里最亮眼的老北迷 来 先走一个 这是养个步 对 这是养个步 随着肌肤的接触 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当然如果不越过经济这座大山 一切都是复原 还得坐下来落点时刻 你是哪儿退休的 我是吉林市塑料五场 退休开多少钱 哎呀 开的可别提了 那就少得可怜 2200个钱 哎呀 无所谓 大爷的依据无所谓 顿时让大妈产生了误解 本以为大爷退休金高 看不上自己那点小钱 结果一问 心凉了半截 那你开多钱呢 我在大前期 我的这个钱啊 没用而理 我看的非常非常淡薄 嗯 那我给钱看的可重要 重要重要 哈哈哈哈 合唱和中唱 没有 嗯 钱吧 没有不行 对 但是不能过分去追求钱 嗯 反正俩人在一块的话 够吃够吃 哎 对 有病有三的够看就行了 那我是 他们都说过 哎呀 我说大哥啊 你先别落别的奏题了 哈哈 那个就是一旦是咱俩真的结合到一起 你这个经济啊 你管呢 还是怎么支配啊 是怎么花法啊 现在我想答复你个什么问题呢 是我的钱生活 你的钱你留 你攒着 下一步再说下一步 行 我那也没有别人 就一个姑娘 一个姑娘 姑娘过得不好在台湾 她过得好我不惦记她 她过得不太好 那你就帮着她 要说俩人都是长江里的石头 见过大风大浪的 看透不说透 只要不让我掏钱 你的钱哎 给谁给谁 眼看老头不上套 大妈也不着急 毕竟来日方长嘛 具体的他就是没再继续烙 其实以后这两个人处的 这两个人处复 这两个人处复 这再细烙吧 你就说 既然钱的问题 可以以后慢慢烙 那就没啥障碍了 随后大爷带来了 播专业的表白 四密四密东西那盘菜呢 但是处一处 好像是差不多在一个频道上 哈哈哈哈 差不多在一个 对我感觉 大哥那胸子挺开朗的 而且挺包容人的 哎 就是说的 还挺符合我的要求的 处一处完 恭喜两位牵手成功 祝大爷早日过上亲亲抱抱 举高高的享福生活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小滴 分享的视频 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们评论区见